你 梅姨 时候不早了 别收拾了 赶紧回屋睡觉 知道了 你也去歇着吧 挖的脸好啊 五回首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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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来 你必须把这全都合完了 丞天 嗯 嗯 孩儿敬你一杯 走走走走 你去哪儿啊 别拉 什么事 吓你 叫我提起来 来来一吃 你去厨房 弄点没音尿的酸梅汤 灌它最大的 寻恼提神 酸梅汤 你是不是知道 我不爱喝酸的 会整我是不是 谁让你喝这么多 我跟你说啊 你这次你要是回不来 这云锦庄我也不在这儿待了 从今往后 你去哪儿 我去哪儿 天涯海晋我斗了 越说越来劲了是不是 要是叫你们知道了 还不扒了你的皮呀 元香 赶快把拉走 拉走 拉走 走走走 走了走了 行了 我送他回去 这孩子 行了 别收拾了 快去歇着吧 我自己收拾就行 不用 不用 你赶快去歇着吧 我自己来 我自己来 去吧 那我走啦 你去吧 是 aquí 些人 你赶快来 这儿ans 你赶快去 您可是有什么 你赶快去哪儿 听得心里直痒 又未得到邀请 自然睡不着 想必是邀请公子来 公子也没脸来吧 我为何没脸来 我可是你师父的贵客 您不过是赵大人的客人 我们师父 也不过是看在赵大人的面子上 敷衍您几句 没想到您 我怎么了 您好 生意场上 看破不说破 欧阳公子也是商人 相间和解 原来你还在记恨卖衣裳的事呢 公子应该知道的 我是要靠那摊子重返云锦庄 差一点全让你给毁了 看来你丝毫不知错呀 我凭真本事 用的也是真材实料 何错之用 做生意 若仅靠耍这些小手段 怎能成事 可是我 我还没说完呢 我问你 你对云锦庄的诚意品质 及口碑 是否胸有成竹 那是自然 那你为何当街甩卖 甚至不惜找托儿来自降身价 我 我什么我 为何不直接去找你师父素日的熟客 登门售卖 他们熟知云锦庄 又能识别货品真伪 岂不是更为容易 你师父 你师父 是让你把这些衣裳卖了 又没规定不许你抢他的客人 而你 却在街上摆摊 演着拙劣的把戏 就不怕 败坏了云锦庄的名声吗 我还有几句话 不知你肯不肯听啊 公子既然已经说了这么多 那我再多听几句又有何妨 在云锦庄众多弟子当中 你的学识 技艺 均算上乘 如今 也算是学艺有成了 但是 切记不能适才生傲 轻慢主顾 敢问公子 我何时轻慢主顾了 不是会笑脸相迎 就不算轻慢 将主顾视为待宰羔羊 更为狂妄 只有用心待人 用心做事 才能留得住客人 云庄主 数十年来待主顾如家人 制作的衣裳 每一帧每一线 都不辜负客人的每一文钱 且从不拖大或欺瞒 这才使得云锦庄的口碑 日胜一日 霓裳姑娘啊 你要学的东西 还有很多啊 所谓经商之道 所谓经商之道 乃为商者要有人心 诚信为本 同所为弃 这也是商人立足于士 的根本 我敢动 承计我看 霓裳姑娘 若在下的话说得重了 还请姑娘见谅 多谢公子教唤 霓裳谨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